这一期讲了说话的艺术 我们这一期就讲讲汉字的魅力 这也是这一季的最后一期 我们人类跨时空沟通 它必须借助文字 你说今天有录音录像设备 那过去古代没有 它只能靠文字 当面是通过语言可以说 但是不当面传递这个信息 只能靠写字 把字发明出来 通过字来沟通 那我们今天虽然有各种沟通的手法 录音录像 你的包括云端 都可以储存信息 包括你随身携带的手机 但是我们无论多么复杂的沟通 它最初或者说现在依然依赖于文字 尤其在文化传播上 如果你不借助文字 你没有办法准确的 有效的传播这种 抽象的知识 人类文明的一个进步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掌握了这个抽象的知识 并将它传下去 但我们这个汉字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数量啊 过于庞大 有多么庞大呢 现在最多的一个统计是我们一共有七万多个汉字 那随着历史的不断的变革和更替呢 我们有很多新字在创造着 也有很多旧字呢 被遗忘 被库存 所以没有一个很统一的说法 到底我们有多少个汉字 现在比如说啊 我们历史上 三百年前 康熙年间编辑的 康熙字典 有多少字呢 当时收录了只有四万多个汉字 那么现在最多的汉语大词典中 大概有七万个汉字 那汉字究竟历史上还有多少 我们并不是很清楚 那么中国孩子呢 学习我们这中文 我们的这母语呢 真的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每个家长 一定不要埋怨孩子 说孩子笨 我们大人依旧很笨 因为我们的文化太厚重 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啊 你今天学门外语多难啊 学英语 法语 日语都太难了 但是一个外国人 只要他不是生在中国 他学习中文 要比你想象的难得多 所以中国人 说英语说得好的人 说法语说得好的人 有的是 但是外国人 说中文说得好的人 寥寥无几 英语啊 目前是国际一个通用语 它除了它殖民这个过程以外 很重要的是 因为它这语言系统比较简单 容易普及 它就二十六个字母嘛 那我们小学毕业的时候 需要认识多少汉字呢 过去是三千多个汉字 我记得是三千零四十二个汉字 这个其中有两千五百个汉字 要求你准确地会写出来 这个九年义务教育毕业以后 就是初中毕业以后 大概现在能认三千五百个汉字 这基本上伴随你一生 外国人参加那个汉语水平考试的时候呢 它是不是按字论的 它是按词论的 六级要掌握五千个以上的词语 这五千个词语 对于中国人来说太简单了 主要是字 我们过去 你知道我们现在基本上 不提扫盲这个事 我年轻时候还有这个事呢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 因为文盲率非常高 有多高呢 有百分之八十 农村的文盲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所以扫盲呢 从五十年代初呢 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初 上个世纪 就大概持续了十年 当时有一个人叫齐建华 他发明了一种叫速成十字法 他就挑选了一千两百个汉字 大概是我们常人掌握的三分之一 他每个字都有注音 然后借助符号呢 做了两个大表 然后呢就分三步 第一步呢你先学会注音 要不然你不知道他念什么呀 然后呢第二步呢 学会突击单字 要求这个读和大概知道这个意思 还能读能讲 第三步呢就教你认这个字 我们现在觉得一千两百个汉字 你在不认的 你不是属于很笨吗 我告诉你 我们每个人都很笨 今天在你十字的基础上 把你认识这个字全去了 我保你余生再认识不了一千二百个字了 那么到了一九五三年的时候 当时的政务院 就是我们的国务院呢 就是发出了一个 就他有一个扫盲的一个委员会呢 发出了一个扫盲标准 这个扫盲标准 他一般认为呢 你可以两千个汉字 就能够阅读报纸了 能认识这一千多个汉字呢 你大致能看点什么通告啊 能够你拿个报纸 你大概知道他在说什么 所以呢一般情况下 就定在一千两千之间 这一千五百个字呢 您就算摘了扫盲的这个帽子了 你就不是文盲了 那我们今天啊 就是我们来说 正常的你的一个人 就认三千五百个字 如果你比较爱学习 您这一生多认不了五百个字 就是四千个字到头了 作为一般的这个文字工作者 你像我这样的 过去以编辑为生 我估计我也就认识四千五百个字 能认识五千字 基本上都是顶级的文字学者 就是以文字为生的人 也就认识五千字 我们说的认识是什么意思呢 是指准确读音 基本字一 你蒙出来的字都不算 你说这字我不认识 我先蒙一声那不算 那这时候你认识汉字的多少呢 也就是个百分之几 到不了十分之一吧 到不了十分之一 百分之七八的样子 所以你发现你今天 常常碰见不识的字 最多的就是你去买药 可以看那药单子上 好多字你都不认的 你也不想认 那么我们汉字 先说我们这个汉字 怎么形成的呢 我们有一种说法 叫汉字六法 造字有六法 那么最简单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象形字 你比如山川日月 这字都是象形的 你看早期的那个山字 就画一山 川就是画一水 日就画一圆的点一点 月亮就画成这个月延状 这就是象形字 象形字不够表现的呢 它就有会议字 什么叫会议字呢 就这个意思 捏在一起你就能明白 比如一个木 就是一棵树 两个木就成林了 对不对 三个木就成森了 就树越来越多 森林就这么来的 比如我们说这明亮的明 那是一个日一个月 凑在一块就是明亮 你比如上面小下面大 那就是尖 对不对 那上面小下面是个土 是什么呢 尘土就是小土 比如我们知道 忐忑这么个词 上面一个上 底下一个心 上面一个下 底下一个心 忐忑 你的心就上下铺的 这就叫会议字 会议字呢 有的也表达不出来 所以就有指示字 指示 什么叫指示呢 比如刀 我们都知道吧 那刀刃 那个刃怎么表达呢 在刀的这个地方 点个点 这就是刃 就是口上 再比如 上下 你看看那个 我们早期的上下 是怎么写的呢 画一个横 横上面有个小短横 这就是上 画一个横 横下面有个小短横 这就是下 上下就这么来的 那后来就演化成 这个我们现在的 上下这两个字 这都属于呢 指示字 那再有就是转住 转住 这个还有假界 这些就是造字的方法 但是这里最多的是什么呢 是这五个造字方法以外的一种 叫形生字 形生字有多少呢 当然目前的大约的统计 占汉字的五分之四 就五个汉字里有四个是形生字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你不认识字 念半边 就有可能蒙对 就这意思 那么 形生字 由于你掌握这么一个规律 就是不认识字 念半边 所以好的对你念不准 是因为形生字带给你的 比如我们说这是哪儿啊 膝盖 很多人念膝盖 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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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很容易念错 比如僧侣 它念僧侣 不念僧侣 比如我们说这个衣服的纤维 不念纤维 因为你半边念纤嘛 机械 机械 不能念机戒 因为这半边这个字念戒 所以你很多这么念错的字 都因为是半边 比如我们常说的这个发叫 它不念发笑 由于大部分这种形音字 导致你很多这种 它不随着音念的字 你给念错了 而这音呢往往又比较接近 还有很多字呢 你念半边呢是彻底 它就错了 连音都不接近 比如我们现在大家都熟知的一个字 叫镇 深圳的镇 我老说深圳对全国人民的最大的贡献 就是让全国人民多镇 是一个字叫镇 如果没有深圳这个城市 我们大部分人看到这字一定念川 为什么一土字一川 都不念川念什么呀 对吧 比如我们的云南 滇池 不念滇池 念真池 比如我们说交通枢纽 我听无数人念驱扭 比如智顾 智顾念这个智告的 有的是刚毕自用 念刚复自用的 很多干涸念干固的 这个茂蝶念成茂智 这些年很多人都闹过笑话 比如洪湖之志 洪浩之志 阐媚 叫县媚的 那县媚是另外一个词汇的 把这个精湛念成精圣的 把这个称州 地名念错太多了 因为地名最少应用 那这些如果你图好玩 去学别人读错的这个音 我告诉你特别难 改不回来 所以我现在啊 做节目啊 有时候就做起来 就特犹豫 这都要得念什么 其实你念了一辈子 不管你是念的对 还是你念的错 你都会有一种习惯 所以呢 当你念对这个字的时候 千万不要随着人家 往错了念 念长了时间啊 你真改不回来 我觉得啊 我原来说过啊 就是这个 你作为中国人啊 你有不认识的中国字 你念错一个中国字 不丢人 这有什么可丢人呢 我觉得每个人都犯过这个错误 我就多多少少 舔列文化人 但是我也经常念错音 念错字 这没什么新鲜的 但是什么丢人呢 就是集中念错字丢人 你那文章就没多长 让你念一遍 你上面一个堆字都念错了 那肯定是丢人 那念错的原因有很多啊 一种呢 是这个我们古代字 跟今天字发音不同啊 诗歌中这种现象最多啊 我看最近好像教学中了 不断的去讨论啊 比如这个邪啊 倾斜的邪啊 倾斜还是倾斜 倾斜啊 在诗歌中 如果它压在蕴角上 一定念霞啊 就是远上寒山石敬霞 白云深处有人家 它就压上蕴了啊 比如这个摔老的摔啊 在这个压蕴的时候啊 在蕴角上一定念崔啊 这个少小离家老大回 香音无改病挠崔啊 他这个都是要压蕴的 这是一个读音问题啊 古音跟金音读法不同 它为什么读法不同呢 因为我们有时候真的不知道 古人在读什么音 我们再查了一下 中国汉字最多的字 读音有多少种呢 至少有的汉字有八个读音 这八个读音挺可怕的啊 我们举一个例子吧 我们举个简单的字啊 那字 这里那里的那 这字有八个读音啊 首先它先读那 那是姓啊 我过去有个电视剧叫那吴啊 那就读错了 应该读那吴 比如北京有那家花园 那家小馆 读那发医生啊 那么这个字呢 它也读那 我们现在那这个字是加一个口字标 是不是啊 说你这哪文子呀 哪 读哪 还有呢 读那 比如我们说 那么怎么样 这书读那 那这么着吧 那读那 那么口语中它怎么读呢 它不读那了 它读那 那个 那怎么样啊 那人不怎么样 一说那人不怎么样 就带着笔 笔试啊 贬义了 比如方言中呢 我们经常说那 那人怎么样啊 那地方别去啊 那 那些啊 还有读三声读哪 就那些 哪些啊 就读三声哪 那么这个字啊 那这个字 古音呢 跟挪是一个音 挪 挪不就是一提手 一个那吗 在诗歌中 有时候也这么读 比如这个 好像王昌林的诗嘛 风火成熙 白齿楼 黄昏独坐 海风秋 更吹枪笛 观山月 无那 金归万里愁 它准确读音 应该是 无挪金归万里愁 但我读的时候 我现在也读 无那金归万里愁 因为我觉得 无那金归万里愁 很容易理解 你说无挪金归万里愁 还得跟人解释 很啰嗦 所以有时候 你也不知道 该读哪个音 再有呢 这个字啊 读诺 表示一种感叹 你想我们刚才 读了这八个音 你是想重复一遍 你都很难 还有我们和平的和 这个字也有八个音 伦敦的敦 可能也是七伯格音 都很多 你也没必要 都知道 你比如伦敦的这个敦 它如果在青铜记中 它就念对 就念对 青铜记有一种东西叫对 那么因为我们的字呢 跟我们各地的方言 还有跟口语 书面语呢 它表达的是不同的 由于还有一些 平字的规律 它就会发生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叫音变 音变是个特别复杂的事 它是一门学问 我们一般人都没学过 你说话中的音变 都是你自然而然的 就出现了 外国人得学 外国人不学这音变 外国人就永远是 外国人说中国话 你听那外国人 为什么一说这话 就是外国人说呢 是因为他不会音变 但这音变 从小学到中学 没人教你 字典上也不标出来 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 一 一行 一 我们的任何字典上都告诉你 在字念一 读一声 或者是读音频 那么在你生活中 这一出现的时候 它读三个音 第一个音就是读一 什么时候读一呢 就这个字一旦是数字 一二三四 你肯定是读一 如果在词汇中 搁在后面 最后面也读一 比如统一 六一节 情感专一 它都读一 当它后面这个字 发生了音 那个是这声 就是四声的时候 啊啊啊啊 发这四声的时候呢 你这个音就不能读一了 就读一了 读二声 比如我们举例啊 一律 一半 一望无际 一带一路 一个 一切 一辆车 一套书 一副眼镜 一座房子 你看 咱读的都顺当了 你看那外国人就不成 外国人说 一套书 一桌方字 人家没读错 人家是按照字典读的 读的是音频 第一声 所以当它这么读的时候 你就听说 这外国人嘛 这外国人说话 其实它就是不会音变 那我们还说这一字 刚才我们说了 它在某种情况下读一声 某种情况下读二声 它没有读三声的时候 它有读四声的时候 比如它后面这个字 如果是音频 阳频 赏声 或者说它后面这个字 是一声二声 三声的时候 它自个儿就读四声了 比如一杯 一杯水 一手遮天 读四声吧 一手 一班 一起 一天 一回 一张纸 一本书 一盒点心 它只要割到后头 后面这个字 决定它的读音 那好 我们可以看到 一这个字 一这个字呢 它就读 一 一 一 它有三个音 这三个音 在中国人 你学过普通话的话 你在读的时候 都应用自如 外国人就不行 外国人只要这个音变现象 他掌握不了 他说话就是外国人 一本书 人家一杯水 你看这不是外国人说话吗 所以他掌握不了这种音变 那你说 这是不是一个特例 它在这个数字表达中 是个特例 比如我们再说一个字 也是我们生活中 常说的一个字 不 不 不这个字本身呢 是四声 对不对 它是去声 去声 平常去入 它不是平常去入 是音频阳频 赏声去声 那么 它什么时候呢 读这个二声呢 你听 当它后面这个字 后面这个字四声的时候 它就变成二声了 它说 不是 不对 我不要 你看 它这个不字发二声 因为它后面这个字呢 它紧跟着这个字是四声 那么它自己就不能再发四声了 它如果发四声 它应该是 不是 不对 不要 你看 这个就读着 你听着就很怪异 所以它又会发生音变 我们有时候不太注意 不在后面 这个字只要不是四声的时候 或者它单独存在的时候 它都发它的本音 比如来不来呀 我不 就是我不 我不 不好 不行 它就发它的本音 所以这种音变现象呢 在中国汉字中呢 它往往是在应用当中出现的 虽然这个现象不十分普遍 但是 如果你不能应用 你肯定让人听着说话怪怪的 那我们就说那好 这个中国汉字除了音变现象 还有什么问题呢 还有读音呢 我们生活中读音呢 你不要以为你的 你说的这个 发音 自证腔员 我都从来不敢说我自个儿说话 自证腔员 因为我说话就特别随意啊 因为我们从小没受过专业训练 谁受过专业训练 波音员呢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 这个汉字啊 的读音 读音这个问题 你能够掌握得非常好 读音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有音调 就是我们所说的四声 叫一声二声三声四声 这个一 四声中错误的读法 比比皆是 我也经常 比如我过去老板罕见读成罕见 我说那东西非常罕见 那别人也能听懂 后来我说那东西念罕见 念错就念错了 我现在就是能知道的地方 能改就能改 有时候也改不过来 我们今天谈汉字的魅力 就是我过去写过一篇小文章 叫汉字的尊严 这文章后来我隔了好多年看着 我觉得写的还是挺好的 就我说那个中国方块字啊 它以独特的一个风貌 和它的这个功能 它持续几千年一定是有道理的 它让今天的人可以清晰地看到 古代时期文字 所表达的一个内容 对不对 如果我们今天的人很心细 你有时候读古人的那个话时候 你能感受古人的喜怒哀乐 汉字它记载下载的历史呢 它真真切切让我们能感受到 这个有文字以来的中华文理 你知道 就是我们没文字啊 就是四千年以前 我们就没有文字了 我们的文明史非常长 往前这个追 至少再翻译根等有八千年 那那时候没有文字 那我们就靠证物来说话 就我们为什么要对文物有所尊重呢 我们文物是我们的证物 那么有文字以来呢 那么文字就比较清晰 当然我们早期的文字 我们解释它是需要功利的 我们今天对汉字来说呢 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古文字 我们发生这个很多的这种感慨 但在感慨之余呢 我们还是很感激我们的先人 创造了这样的汉字 我们今天啊 我们看从什么时候开始算汉字 我们如果从商初开始算起呢 我们大概有三千八百年 不足四千年的历史 我们就有汉字 如果我们从商后期算呢 那就短了一些有三千年 甭管怎么着 我们感谢我们的先人 至少从殷商以来出现的甲骨文 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金文 甲骨文金文 今天对今天的人来说 认起来非常费力 但是实际上你稍加训练 你基本上就能看懂 这个大传小传 这些都能看懂 小传以后就非常接近现代字了 那甲骨文金文就包括大传 它比较累 但是你经过训练也是能看懂的 那么到了两千多年 汉朝的时候开始书写汉历 汉历 我们讲个简单的知识 为什么叫历书 汉历 历书呢是一种秘书字 它就是为了书写速度快 历这个字 今天你不是很明白吗 叫奴历吗 历属吗 那过去汉历 历这个书历 就是历历书 它写的字 它写的快 所以叫历书 所以两千多年前的汉历 跟今天的文字 基本没大差别 你全能看懂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明 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 都没有的一个便利 只有我们中国人有 你说它不是幸福 什么是幸福 对吧 这个几千年来的汉字 它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我们面对它的时候 真的是可以自豪 可以自豪 尽管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古人这个字 如何读音 但是古人的所思所想 我们肯定心里很清楚 我们与古人沟通 对于今天的人来说 那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比如我们先秦的诗歌 两三千年前的诗歌 官官居鸠 在河之州 窈条书女君子好求 你是不是很容易懂 对不对 你再看看两千多年前的 孔子的著作 智者乐山 人者乐水 这你非常的清晰地知道 他在说什么 你读起来会会心一笑 中国汉字为什么 有这么一个庞大的数量呢 这个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因为每一个汉字 它有一个独立的尊严 我们的汉字 在你使用的时候 它很清晰的是一字一译的 这个汉字本身一个字 有多个读音 多个字译 但是你使的时候 这个字就这一个意思 但是它所有 绝大部分的汉字 它之间是不可以替代的 对不对 那过去老写错字 错别字 或者写个大白字 就是你替代了 对吧 你比如说我们最近 老有那种生辟字的歌 一说耻媚亡良 耻媚亡良一个鬼字边 是吧 把这四个字一组合 看着就很神奇 如果你不用这四个字 你非写成 耻媚亡良 吃媚亡良 这字就准确读音 就是吃媚亡良 也吃饭的吃 媚媚的媚 上网的亡 两个的良 那你这个字看起来 就很怪了 所以汉字 它有独立尊严 一旦你使用这个汉字 就是生辟字 你还没有办法 用其他字替代 所以学汉字就很难 我们今天的简化字里 当然有很多已经合并了 在当年合并的时候 有很多文字学者 还是依依不舍 不希望这么合并 比如我们说 发这个字 今天头发的发 发财的发 是一个字 起码在一百年前 它是俩字 在这个五几年 上个世纪五几年 文字简化字推行的时候 这是俩字 头发的发 上面有一个发字头 凡是跟头发 跟这个发字头相关的字 都跟头发有关 比如我们举个字 松 我们今天这个松字 松树的松 和蓬松的松 是一个字 其实在几十年前 它是俩字 对吧 蓬松的那个蓬松的那个松 就是头发蓬松状 所以它是一个发字的头 也一个松树的松 它严格说 它是个形生字 今天你写五松 如果你把这个五松的松字 写成这个头发这个松字 那肯定就不行了 那这甭说打老虎了 自个儿都看着都很怪 那么我们 过去我也说过 中国字呢 它是以字来表达意思的 它一般情况下 在使用的时候 它是一字一音一意 它使用的时候 就我要用到这个字 字非常的严谨 比如我们身上这点零碎 我们随便举个例子 牙齿 我们今天说牙齿 你牙齿好白呀 你牙齿是不是正机了 是吧 你说牙齿 那我先问你 什么是牙 什么是齿 这是两个东西 我测试了 大部分人都说反了 对不对 我们说牙 就是这个是牙 里头那个是齿 你肯定是这么认为 这恰恰说反了 尼勒基本上能看见的 这叫齿 看不见的厚槽牙 那才是牙 你比如我们的成语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我们说唇亡齿寒 对吧 齿因为是漏出来的 如果你的牙有问题 甭说你喝凉水吃冰棍 凉风一吹 你那牙都有感觉 比如我们说咬牙窃齿 咬牙是咬后槽牙 窃齿呢 是门牙可以切开 对吧 所以牙齿 是两个事物捏在一起 现在混在一起 你又是不觉得 比如我们说 眼睛 对不对 眼是眼 睛是睛 眼是这大块 睛是中间那黑的 所以我们成语中有 定睛一看 你肯定不能说定眼一看吧 定眼这词不太好 就是定睛一看 对吧 你比如说聪明 说这人真聪明 聪明也是俩字组成的一个词 聪是什么呢 耳朵好使 明呢是眼睛好使 聪明就是这意思 所以呢 我们对这个耳聋者 有时候说失聪者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一些啊 我们在这个 我们的词汇中 非常的多 我们 其实词汇中呢 还有一种 就是它引申出来一些意思 比如我们说 手足 手足是什么 这是手 这是脚 脚丫子是足 但我们生活中 说手足的时候 往往不是这意思 比如说手足情 说亲如手足 这时候亲如手足呢 是一般讲的是一种 兄弟情 比如我们说耳目 耳是耳朵吗 目是眼睛 我们说耳目的时候呢 是指的你的生理器官 但是你要说 耳目一新的时候 这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你的生理器官 给你带来一种 全新的感受 但是你要说 那有一耳目 这耳目就有间谍的意思 就有探听消息的意思 所以中国这个文字 非常的丰富 比如 不离